由李宜峰,陈与其搭档主演的古装电视剧《静双城》终于引来了定档的消息 该剧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杀青,但是却一直没有传出什么动静 直到近日曝光出了该剧已经确定在2022年1月份上线的消息 《静双城》原著热度颇高,改编自知名作家苍越的同名人气小说,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 竟双城作为奇幻剧,更加的跌宕起伏,主要讲述了热情开朗的中中少女那身未走避乱世 长途跋涉寻找传说中的梦想家园云荒,一路上他遇到重重危险 信得男主苏摩所救,伴随着他深入云荒的每一步,上演着一幕幕光挂陆离又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个个性格久异,个性鲜明的传奇人物粉末登场 剧中,李一峰饰演的是男主角苏摩,苏摩拥有海黄血脉,天生容貌俊美,隶属娇人一足 看年肉时就被贩卖为奴,因娇人的眼泪可以贩卖为钱财 他便豪风有欲将自己的眼睛自家,而后用心目代替眼镜 苏摩是一个可悲的角色,在角色设定上,他一能复飞,对人类也充满了戒备与猜忌 唯一能打开他内心的,或许只有空丧的太子妃女主白英 这是李一峰时更五年,再次挑起古偶剧的大娘 继《清云志》之后主演的又一部古装剧,可以说是引发了不少人的期待 但也是因为太久没有出演古装剧了,李一峰这次也让人好奇 他是否还能够再闯《清云志》的佳季 从这部剧的先导片上来看,李一峰在剧中的造型俊朗帅气 无异于当初在清云志中的张晓凡,只不过相比其当初单纯天真的张晓凡 这回他在剧中所饰演的苏摩,多出了几分成熟内敛的韵味 跟女主角陈玉琪站在一起,两人CP感也恰到好处 陈玉琪灵动漂亮,李一峰成熟温柔 他们俩人的眼神气也很有感觉 苏摩在面对喜欢的人白英时,他的眼神里总是充满柔情,温柔的笑水一样 陈玉琪作为90后人气小花,虽说不是一线女星,但颜值无可挑剔 古装造型很惊艳,演技也可圈可点 陈玉琪在《金双城》中饰演白英,是空香太子妃,变身尊渊传人 这个地位高贵的女主人设很适合陈玉琪 她曾塑造过不少高贵公主形象颇受观众喜爱 锦绣为秧中九公主拓拔笛 香蜜中魔戒公主刘英等都被她演一个活灵活现 从曝光的剧照来看,陈玉琪白衣古装又鲜又萨 就像是画中走来的线子 李一峰,陈玉琪将上演一段虐恋情深 剧情看念十足,再加上实力导演 人气IP加持,强大的配角阵容 感觉成为爆款的可能性很大 你期待李一峰的古装作品吗? 看好李一峰和陈玉琪这个新鲜组合吗? 欢迎评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